一课精选,好知识就在耳边 大家好,我是温利娟,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欢迎你来到我的最美古诗词 在上一期的专题里,我们读了五个西曲 那是来自民间以及中下层文人的作品 带有很强烈的庶民气息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自由恋爱 而其中,谐音双关的写作技巧很新鲜 也给了正规诗人一点灵感 而这类的诗歌毕竟很少数 内容也比较狭隘、浅白、不登大雅 诗歌的发展主流还是要回到精英文人的手里 到了唐朝就终于迈向巅峰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谈隋唐时期的诗歌了 我们就从隋阳帝的诗 开始来读一读他那寂寞狂乱的灵魂 所谓的隋唐通常都是以唐代为主 因为隋朝只有短短的三十八年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 仅次于秦朝的十五年 一般都是把它当作大唐王朝的前奏 或是唐代的附属品 而在文学方面 诗歌的成就更是唐人的天下 历史上无出其右 隋朝的诗唐就越发显得黯然失色 因此,我们就直接合并称为隋唐 但其实,隋朝这个时代成先起后 既统一了分裂四百年的版图 开拓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而又开启奠定了唐朝的发展道路 包括科举在内的许州制度 都是隋朝就已经进行的 所以,这个王朝是不容小觑 只可惜,由于隋朝太短暂 还来不及出现成果就灭亡了 所以很容易被忽略 而亡国之君隋阳帝又实在过于荒淫无道 形成了完全负面的政治形象 以致这个刻板印象拖累了其他的面向 隋阳帝的艺术才华 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 隋阳帝的暴虐事迹庆竹难书 但其中却也常常显示出他的良好品味 举一个例子来说 他动用百万民工开草运河 建造几万骚的龙船大肆旅游 又为了让整个旅途赏心悦目 夏令运河边 沿路的玉道都要种上柳树 这当然也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 但是请你注意一下 为了装点河岸风光 隋阳帝呀 舍弃那些昂贵的人工装饰品 而选择种树 这已经反映出一种对自然的热爱 品味一点也不留俗 接着让我们再想一想 他指定要种的植物 那是一片绿意的柳树 沿岸洋柳依依的景色 那是多么优美的画面 这般的诗情画意 历代的诗词里面 都有很精彩的描写 你想想看 当晚春的时节 柳絮纷飞 河面上仿佛雪花飘飘 那正是一代才女 谢道运所比喻的 未若柳絮 阴风起 这岂不远远胜过于宋代词人 艳书所说的 柳絮池塘 淡淡风吗 还有 刘勇的雨淋淋里面也曾经说 今孝酒醒何处 杨柳岸 小风残月 那么 到了夜晚时分 当龙舟停靠在岸边的时候 隋阳帝不就置身于这样的天然图画里吗 所以 在隋阳帝豪奢的大手笔里 其实带有高度的审美品味 换句话说 就像曹操 唐玄宗 李后主 宋慧中一样 隋阳帝 也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皇帝 他心里住着一个诗人 而他有一首题目叫做《诗》的五言绝句 最能够证明这一点 那为什么这篇五言绝句的题目叫做《诗》呢 非常有趣 其实啊 他本来就没有题目 后人在编辑的时候 只好派给他一个笼统空泛的题目 就叫《诗》 这等于是真正的无题诗 早在魏晋时期 文人写诗的当下 同时安上一个题目 这已经形成了惯例 除非是因为特殊状况 而失落了题目 才会变成无题诗 而依照隋阳帝的身份地位 应该不会出现失落题目的情况 所以 我们合理的推论 隋阳帝当时写作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 而是纯粹发自内心的流露 所以也不去考虑诗歌流传的问题 当然也没有必要为他标上诗题 以便于后人追踪 因此 就成为一篇没有题目的作品 可以说 这首诗从他诞生 到诞生之后的际遇 都看得出来 完全不是隋阳帝有意为之的 隋阳帝 他应该是内心 有一个非常饱满的感受 预计到非突破不可 非越过那个临界点 而无以宣泄的时候 作品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诞生了 现在 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五言绝句的内容 他说 寒压飞树点 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 一望暗销魂 坦白说 我第一次读到隋阳帝这首诗的时候 真的非常惊喜 惊讶 甚至惊愕 之所以出现这些反应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完全违反了我们对这个暴君的认识 而第二 他的内容 竟然跟著名的原曲 天晋沙是如此神似 简直就是天晋沙的雏形 首先呢 这首诗所流露出来的心绪状态 完全违反了我们对这个暴君的认识 请听 第一句的 寒压飞树点 那是隋阳帝抬头望向天空的一瞬间 所看到的景色 不是白云幽幽 也不是万里晴天 而是正翅高飞的几只乌鸦 所留下来的几个小小黑点 可能是他们发出草杂粗哑的声音 才吸引了隋阳帝的注意吧 但是 这寒压树点 飞翔在无限的高空中 在高反差的对比之下 其实显得非常渺小微弱 飘荡无一 再加上寒这个形容词 更呈现出一种荒凉的不安 让人也感受到那眼看着 寒压树点的诗人 他的心 似乎也跟寒压一样 在无尽的天空中 找不到方向 是架空的 是无一的 会看到这个景象 应该是在户外的空旷地区吧 果然啊 接下来第二句所写的 就是流水绕孤村 这句诗被宋代的词人秦冠 原封不动地挪涌到词里了 所以很有名 而那流水绕孤村 是在原野奔驰的道路上 触目可见的寻常景色 可是 隋阳帝并没有感觉到 吹烟鸟鸟的温馨 他看到的 竟然是孤村 一座孤立的村庄 在一片旷野上 它只是个孤立的存在 周边还有流水围绕 显得更加封闭 与世隔绝 所以 从寒压树点 到孤村的意向 我们已经逐渐被带到 隋阳帝孤绝的心境中 就在这个时候 夕阳跳出来了 诗人说 斜阳遇落处 那偏斜的夕阳 在天际遥遥遇坠 而遇落的遇 这个字 让我们感觉到 一种金黄不安定的意味 这个夕阳啊 非常脆弱 因为它稍纵即逝 很快就会坠落到地平线之下 然后整个世间 就会陷入黑暗 所以用遇落 而斜阳遇落处的地方 正是日薄西山 那里只剩下一夕的围光 半明半暗 越来越暗淡 隋阳帝 他望着西方的地平线 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 隋阳帝心中的惊慌 怎么办呢 夕阳快要坠落了 光就要消失了 很快就要被一片黑暗吞噬 可他却还在路上奔驰 下一站 不晓得在哪里 所以说 斜阳遇落处 真的带来了不安 甚至悲怆 也果然 隋阳帝接着说 遗忘暗销魂 这个销魂 可不是治乐的境界 而是断肠心碎的意思 是肠胃之断 心胃之碎 隋阳帝因为看到了 这一瞬间的夕阳 整个灵魂就悲怆到 几乎要崩溃的地步了 到此 这个面临断肠销魂的诗人 当然再也没有办法控制他心碎的情绪 所以诗篇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结束在那心碎长断的一眼 讲到这里 我们会发现这首诗的文脉进行上 包括意象的累积 情绪的发展 都指向销魂 断肠 斜阳欲落 隋阳帝还在奔驰的道路上 周遭也只有一个孤村 他的前途在哪里呢 他要到哪里去呢 就算是当天晚上的归宿 都还在遥不可及的远方 无价可归 我想 隋阳帝所感觉到的 是不断地奔驰带给他 没有尽头的悲哀 那些等着他的下一站 都不是可以让他安顿下来的 终点 都不是真正的家 其实呢 隋阳帝在这里透露出来的 并不只是那一天的特定经验 应该 更是他对整个生命的感受 否则他不会单单注意到 这些孤寂 荒凉的意下 而忍不住写下这首诗 何况 隋阳帝挺忙碌的 各种施政的纷扰 纵欲的享乐都来不及了 短短几年 就让整个国家沸腾爆炸 哪里还有安静的片刻 但是显然 隋阳帝真的非常不快乐 于是就在奔驰的道路上 乍然流泄出一缕寂寞的心声 我觉得 隋阳帝也许在政治上非常失败 但是作为一个诗人 他确实真的非常优秀 而且他的优秀 并不来自于高超的文学技巧 而主要是来自于他的内心 这颗心 非常敏锐 细致 却有跟所有的诗人一样 寂寞 忧伤 这个暴君啊 虽然拥有了天下最大的权力 就像诗经北山篇里面所说的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城 整个国家 全部的人民 所有的财富 都是属于他的 可偏偏他的心里 还住着一个寂寞的 受伤的小孩 他不知道怎样去面对 自己的空虚寂寞 于是只好一直乱发脾气 破坏玩具 你想一想 隋扬帝这样对待 国家人民的暴虐方式 不就像一个不懂事的 任性的小孩一样吗 让我们设想一下 隋扬帝杨广 他是怎样长大的 又是怎样变成一个暴君的 他呀 从小生长在权贵之家 父亲杨坚 当上了隋文帝的时候 他被封为晋王 这时候他只有13岁 等到36岁的时候 登上帝位 成为隋朝的第二任皇帝 隋即就逼迫兄长 也就是废太子杨勇去自寝 从这样争权夺利 走上龙坐的登基过程 我们就可以知道 隋扬帝的成长过程 一定是很不快乐的 宫廷里的权力斗争 是非常残酷 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既不能享受真诚的爱 也无法获得充分的安全感 相反的 连至亲好友 都可能笑里藏刀 任何的相处都必须步步为营 否则 别说要取得权力 连性命都可能葬送掉了 这么一来 当他的心里觉得空虚 寂寞的时候 又怎么能填补 抚平呢 当他在玉道上奔驰的时候 应该有那么一些片刻 心里会涌现出四顾苍茫的悲哀吧 在那夕阳西下的孤村旁 他就像天边的寒鸭一样 是一个漂泊天涯的人 不知道哪里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哪里有温暖的烛光 有欢迎他的笑页 有打从心里 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 也为他的失败感到悲伤的人 愿意跟他一起领受人生的各种喜怒哀乐 因此 他在心里深深感到 自己就是一个断肠人在天涯 才会在面对夕阳的时候 遗忘暗销魂 从这样的角度 我们岂不是要对隋阳帝 大大的改观吗 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首诗 所获得的第一个领悟 而我们从这首诗 可以获得的第二个发现 那就是 他的内容 竟然跟天净沙如此神似 你听 这首诗出现的 寒鸭 流水 孤村 夕阳的种种意象 以及销魂的悲哀感 全部都出现在 元朝马志远的 天净沙 丘斯这却词里 而展现出 最饱满 最典型的风貌 这篇著名的原曲说 枯藤 老树 昏鸭 小桥 流水 人家 古道 西风 寿马 夕阳 西下 断肠 人在天涯 比对一下 岂不是高度的雷同吗 两者之间 几乎有一半的重叠了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 很明显的 天净沙 丘斯中 那饱满典型的意境 是从过去的文学场合里成长 变化 累积而成的 而它最处的渊源 就是随阳帝的这首诗 可以说随阳帝的这一首诗 创造了天净沙 丘斯的精神血脉 好了 现在我们要做个总结了 今天我们谈了随阳帝的一首小诗 有两个很重要的发现 第一 在这首短短的五颜绝句里 随阳帝展现了另一个心灵层面 让我们重新认识它 使它的人格造型更立体 而这也是文学最有趣的地方 第二 原来杰作之所以能够诞生 都必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才能奠高艺术的立足点 跨越到最高的层次 所以 当我们看到一个作品时 千万不要截断重流 只定位在一个焦点 而是应该看到它在整个文化里的发展 这样一来 我们的视野才会更开阔 下一期 我们就要开始讲唐诗了 我们再会